电视剧《无剑》中近东饰演的陆锋,是排除万难,从76号人的手中救出了牧羊人,这让闪光很恼火呀,自己制定的请君入瓮计策,完全失败了,而且是败在了陆锋的手里,他难以接受。 这闪光,从夏达命令让陆锋击杀佐藤浩二开始,就一心想要杀了陆锋,可就是未能如愿,他估计会很后悔呀,因为他不止一次,可以轻松把陆锋给捏死,那样的话,陆锋也就没机会给自己制造这么多麻烦了。 张志坚饰演的闪光也是够斗的,这多重身份,游走于各方势力,如今是剧中最大的boss,钢琴师,有那么多一子异女,结果在他身边最卖命的,就是一个执行任务经常失败的无常,以及一个蠢蠢的霍飞。 好家伙,这个霍飞是真的没下线哪,但蠢人也好控制,话说这闪光最后败了,也不稀奇,看着他是很牛批的,但实际上他身边有能力的,并且愿意替他卖命的人没几个,还什么钢琴师啊,和光杆司令没差多少。 而,无见中王立昆饰演的花向羽回来找闪光的时候,闪光说出了一个令人疑惑的事情,闪光说陆锋是下一任的繁星计划领导人。 好家伙,这陆锋直接成日碟了。闪光有句话说的是在里的,就是繁星计划的名单,是要经过层层审核的,是日本军部高层的秘密,因此根本就不存在闪光随意把陆锋增加在了名单上的可能,闪光没有那么大的能力。 因此可以说,陆锋就是繁星的一份子,而且是后来加上的,不然他也不会排在第十二位。 但大家也都知道,和名单上的其他人相比,陆锋的级别太低了,如何能够领导整个繁星计划呀? 而且有一点也很难解释,既然闪光打算把陆锋培养成为繁星计划的下任领导者,为何后面还把陆锋置于死地? 他是真相杀了陆锋的,这不符合陆锋在名单上的背景啊。 加之,吴剑中张志金饰演的闪光也明白,陆锋这样的人,不会成为一个日蝶,别和我说这陆锋的身份还有反转啊。 吴剑这部剧是有太多的反转了,但你让陆锋成为日蝶就太扯了,他毕竟是男主啊,后面还有加入红色的,怎么可能是一个顽固的日蝶? 再说了,这部剧从开播都现在,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陆锋是日蝶,马上要大结局了,不会搞这么一出反转大戏。 因此闪光说陆锋是繁星计划的下任领导人,这是一句有着强烈目的的谎言。 我一直认为,花项羽的父亲就是闪光,因此闪光希望打击陆锋在花项羽心中的形象,让花项羽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。 同时闪光对花项羽和日本人都撒谎了,那就是名单上的陆锋,指的不是近东饰演的陆锋,而是其他人。 个人怀疑,陆锋就是给代号,这个人是繁星计划名单上唯一一个只留下代号的人,闪光想要保护他。 没准陆锋指的就是花项羽,当然,前提是花项羽就是闪光的女儿。 之前就说过,闪光有自己所谓的信仰,他不替其他任何人卖命,因此他在看到日本即将战败的时候,要给自己的女儿留下一些资本。 那么自己一直主导的繁星计划就是他可以留给花项羽的资产。 闪光估计原本的计划就是,把一切真相告诉花项羽,并把花项羽培养成为繁星计划的下一任领导人,也就成为了名单上的陆锋。 只是他如何瞒天过海,让日本人接受了这件事,暂不得知。 反正我是不相信,陆锋会成为繁星计划的下一任领导人的,没有任何可能。 这一切都是闪光的一个局而已,作为这部剧里的大boss,怎么不得给自己和女儿留下后手啊?